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部長請 委員好 等一下等一下電腦 部長早安 我想真的文化政策包山包海 尤其您作為一個強勢的文化部長 專業的文化部長 我們都期待 我們在預算的爭取上看到 您確實強勢的爭取了更多的文化資源 非常好 我們從政策的導入來看 您確實強勢的在整個行政院院籍成立了文化匯報 這都是好事 但我現在跟你講比較輕鬆的 生活面的 也就是設計 其實這也跟您有關 台北市的2016世界設計之都 昨天剛好是世界設計大展的閉幕 那我想先請問部長 您有沒有到松菸去看了這個展覽 沒有沒有到沒有去看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世界設計之都 到底是終點了 還是它只是一個開始 其實我覺得部長 您也不要因為沒看這個展 這個展而覺得很遺憾 當然我覺得是蠻可惜的 但是我們把它定位成 這是一個全民參與公民設計的開始 開端來講 其實您的介入此其實也 一切都來得及 所以我個人對於設計之都的定位是 它只是起點而不是終點 它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而且是由下網上公民設計的開始 我想您也認同 好下一頁 蔡英文總統參與了10月13號 這個國際級的世界設計之都的開幕 當天總統就揭示了 設計是一個重要的產業 設計力就象徵國力 而未來要全力的在政策的導入 讓設計成為台灣不可忽視的國力 首先要破題的部分我想問一下部長 因為那天在設計之都 我看到陪同總統出席的 是我們經濟部的李世光部長 當然目前來講 設計產業的定位 如果從產業發展扶植 經濟產業的面向 確實是經濟部 而且過去都是工業局在扶植 但我想問您 這是一個大在問 全台灣的設計界也在問 包括很多跨界的藝術家也在問 設計到底應該屬於什麼部會 部長您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您的觀點嗎 目前設計產業在 這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是被分在經濟部 那其實有一些它又像跨像建築 又被跨在內政部 那對文化部而言 我們是文創法的主管機關 它被列在文創法輔導的範圍 所以文化部應該也要關懷 所以的確它有委員所指出來 分散在各部會的現象 我們未來應該要進入整合 在文化匯報裡頭最少講清楚 我認為文化部的適度介入也是現在 因為文創院的設置條例 其實設計的很多福祉發展 都跟文化創意產業是相關的 在您研議推動文創院的設置 設置組織條例的時候 其實可以把設計的元素納進來 我們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也就是未來文化部要再設計這一端 作為一個台灣不可忽視的國立 文化部不可缺席 謝謝您的參與下一頁 有一群年輕的設計師 我協助他們成立這個未來護政事務所 非常可惜院長沒有去參觀 也就是一群年輕的設計師說 設計應該是一場運動 一場屬於button up 公民的設計運動 所以他們成立了這個未來護政事務所 為什麼是護政事務所的模式呢 因為要讓每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 每一個公民成長的階段都有設計的元素 長箱左右 所以我也去參加了這個護政事務所 我拿到的未來公民的這個註冊登記是35號 那我參與註冊以後來 部長看我這 我就可以拿到一個未來公民的身份證 這是一個模擬的議題 但是我們希望跟年輕設計師一起努力 讓我們從生到死的過程當中 不是用設計師in的 而不是設計師out 在我們的生活之外來下夜 而打開皮夾 就能發現世界設計之毒 這是這一群年輕設計師 在護政事務所的這個未來新概念裡頭 我們提出來的呼籲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陪伴每一個人 從出生到死亡的各類的證件 不管是身份證 健保卡 不管是職員證 學生證 不管是你出國的護照 不管是各類的交通票證 都可以有設計的元素 而它不只是視覺的設計而已 這就是這一屆世界設計之都 非常特別的一個元素 跟世界各國曾經舉辦的設計之都不一樣的 我們啟動了在台北一個公民設計 來下一頁 所以年輕朋友開始做這個台灣redesign的工作 證件可不可以重新設計 高鐵票其實它的字體小 不清晰很多長者看不清楚 右邊是年輕的設計家 他們設計出來的高鐵票 可以給高鐵局參考 但是高鐵局現在看來並不認為我的原案不好 這就是問題所在 下一頁 證件再設計悠遊卡當然可以重新設計 我剛剛拿到的這個未來市民 其實它就是一個悠遊卡的重新設計 下一頁 證件在設計裡頭 員工證 像柯文哲市長 他就認為台北市政府本來的員工證 我告白 回尿尿 可以讓設計導入 改變成現在右邊這個又清晰 相對的更簡約 這是員工證 下一頁 證件在設計 這是現在在這個台灣redesign的網站之 之中 開始啟動公民設計的爭件 而非常永遠 已經有二十幾件的公民設計師參與設計 右邊都是公民設計的元素 下一頁 這些也都是 而我們非常有趣的看到 公民參與了設計之後 對於自我的認同 在護照上 我目前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上面不是寫台灣 這也是一個公民運動它額外的新生的意義 藉由設計來強化我們的自我意識跟認同 這是護照的部分 下一頁 而現在內政部正要啟動身份證的全面喚發 部長 我們現在用的身份證 這麼好看 你怎麼覺得呢 你作為文化部長 我們現在是一個機會 內政部正要啟動全面喚發身份證下頁 當天我陪頭小英總統去看世界設計大展的時候 我就親自為小英總統導覽了這個未來護照事務所 我告訴總統 現在內政部要啟動身份證的喚發作業 而總統是否支持讓公民參與設計可以就從身份證開始 我非常開心 總統給了我們一個正面的鼓舞 是啊是啊 我們的身份證真的要好好重新設計了 下一頁 跟您有關部長 因為文化匯報 就是一個好的運作的機制 現在24個部會都6個月一次 在這個運作的機制底下 而且您可以設立專案小組來協調推動特地的專案 而您也主張為了促進民間來參與文化事務 可以採公民論壇的意見來形成政策議題 而我現在提出來的政見在設計 台灣Redesign 不管是交通部的高鐵局 不管是內政部的身份證 不管是未來我們的健保卡 甚至外交部的護照 其實都可以用一個公民參與政見 公民設計的元素 而且現在這些其實都萬事俱備 只見東風 這個東風就是有一個跨部會的運作 我左思右想 雖然設計不是你管 在業務釐清之前 還跟你沒有關係 但是文化匯報就是一個好的機制 下一頁 所以部長 我今天拍誰我講比較多 我希望您利用文化匯報的平台 盤點各部會 可以啟動公民設計的各類素材 用政策來引導 讓設計能夠導入長民生活 就從我們皮夾裡的各類政見開始 來您回應一下 是不是可以 是報告委員 文化匯報 我們的確也希望引入公民參與 所以未來會設定公共論壇 我想委員的建議 我們都會納入一起推動 那設計產業兩個整合 一個在政府理事行政文化匯報 未來文創院成立的時候 我們也會思考來進行這個整合 民間產業合作平台的整合 在設計界的扮演的角色 那是不是能夠我期待在文化匯報裡頭 針對各類台灣Redesign 設計師提出來的各類政見 可以成立一個專案來討論 或會整各部會 可以進行的這些素材來做 或者是藉由既有的專案小組平台來協調 我們都很願意來參考民間的運件 那是不是可以 以這個作為一個專案來推動來嘗試 我們會納入這個議題來討論 那也希望跟民間的公民參與來接過 好 那我跟部長做個提醒 現在台北市政府的文化局設計之都的執行辦公室 針對這一類的台灣Redesign 政見再設計其實有非常完整的資訊 也舉辦過非常多場的公民論壇 只要文化匯報一起動 成立了這個專案小組 我們有十萬大軍 真的 設計界的十萬大軍都get ready 所以陳如委員所說 由下而上的參與是很重要的 那我期待在文化匯報 可以看到這個政見再設計的一個全新的討論跟啟動 先啟動社會參與 好 勞煩您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無事要委員 謝謝部長 接下來之前是中加 帶在文化匯報 請收集元 請坐